歡迎大家收看這集好熱氣 今天我在《矮合3》 這個量子狂熱的第一天 來到這個英王 I-square 來看特別場 回看的特別場 這部影片其實一句到尾 我覺得第一個感覺是比較保守 和相對來說是平淡 其實這件事是很合理的 因為在頭三個階段 Maffle 比較積極 很多時劇本會因應坊間 對劇情的推測 會作出一些收割 所以說出來 例如第二和第三階段 你見到那個精彩程度 或者歐咀的程度 相對來說會比較激烈 但到了第四和第五階段 我們剛剛開局 第五階段的 Ant-Man 第三就是這樣 相對來說 我覺得劇力 或者整體來說 部署 相對來說算是保守 而且感覺上 它好像在鋪腹線那部分 是沒有以前 即是頭過三個階段的進取 我覺得其實除了主線 大家在《吹打》都見到 我講的是 Scotland 基本上是整家人 就進入了他的量子域 千方百計 就要逃出這個困獸道的一個空間 那麼困獸道的空間 領主正正就是征服者康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因為大家 預期這次征服者康 或者這個角色 理論上會是現階段 或者是說 第五階段來說 最強的敵人 但是我覺得 他現在 在這部影片的鋪襯來說 其實都是略為順悉 如果相對 頭過三個階段 的《Vanus》來說 這次 即甚至 Jonathan Major 他其實已經很出入 武運室解數 去嘗試去營造一個 相對來說有說服力的角色 但是 出到來的感覺 我覺得相對來說 是比較平淡的 有一件事 我覺得是在頭三個階段 是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 其實 Vanus 之所以我覺得 他是一個有血有的角色 是因為全靠有 Gemora 和Nebula 這對養女 去一個側寫的角色 去豐富Vanus的背景故事 但是 所以征服者康 說真的 我們認識他 其實對上一次登場 只不過是Loki的劇 應該是最尾的一集 我們才認識他本尊 但是 其實其他周邊的側術描寫 其實不多 這部分來說 我覺得是 副線方面的敗筆 其實這部片 雖然感覺上是平淡一點 但是 有一件事 我覺得他捉到路 也算是驚喜 就是 他有善用了一些 上一集有鋪排的角色 舉個例子 例如說 Colin Lily 基本上說 無論如何 都要找到米雪菲花 去做第一代的黃蜂女 基本上這件事才會完滿 事實上 其實今集他的兩點 或者是整套片 我覺得是最突出 或者角色最鮮明的 怎樣說到一定是 米雪菲花做的第一代黃蜂女 我覺得其實他這個角色 基本上是 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套片 由聚焦開始 或者是差不多 所有的 調整位置 甚至是一些 比較有爆炸性 劇情進展的位置 其實基本上都是由 米雪菲花做的 其次就是米古道加拉斯 其實兩個都是 甘草級的成員 即是甘草級的班底 我覺得這套片 都有一個推波作人的作用 但素白來說 我覺得這套片 在論劇情 或者是論打鬥方面 我覺得都是 留於一個比較保守一點的層面 所以來說 如果你說以第五階段 開局來說 我覺得那個 活動數 始終都是不及第三階段 那種震撼 即使是 論動作 論劇情 甚至可能是一些 支線 故事的鋪層方面 我覺得其實都不及 頭過三個階段的感覺 其次就是 最後有個位置 我都會挑剔一下 就是 因為以前我們過往 形式的Marvel 是它那個 放線 即是故事的鋪層 基本上是環環雙球 我們每一次 去講一個新的 想法 或者是一個新的副線 去鋪出來的時候 往往都會跟前面 會有一個比較緊密的聯繫 但是很奇怪 這幾年 即是由第四階段開始 我感覺上 Kevin Feige 或者整個班底都好 感覺上 他很希望去放線 但是 出到來 他一味放線 但又好像忽略了 收線 那種的部署 感覺上 大家好像不太找到焦點 這部分 我覺得有少許失色 我覺得 以Antman 這套第五階段的電影 這套片 我覺得整體來說 算是平穩 是保持到 以往Marvel的節奏 但是 如果要找到一個很驚喜的地方 整體來說 你可能 唯一說 可能是在演員方面 例如在演員的分配 或者角色方面 其實都做得不錯 除了米雪菲花之外 另一位 新成員 就是扮Cassie Link 那位女演員 Katherine Newton 其實她扮成熟版的Cassie Link 其實都算不錯 但唯一一個位置 我覺得 她跟上兩集 一個比較 細老女版的Cassie Link 中間的銜接位 會比較粗疏 這部分來說 我覺得她應該 在腹線方面有保養 但那部分 她不是很迫切性地做得到 所以想看 會令到 往後鋪了 視聯復仇者的線 會比較 有些錯誤 這部分來說 我覺得她應該要細調一下 最後可能 有關星畫 其實這部影片 我看了IMAX 2D版 其實整部影片 我覺得畫面 不知道是否因為 之前他們的工具 要細調一下 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去播放彈彈彈彈 變成今次 整部影片 都出來的效果 都很夠光 畫面方面 甚至火光位 或者夜景上 偽紅燈 質感的位置 其實在畫面上 我覺得她出來的效果都不錯 整部影片 因為她入了量子域之後 我覺得尾指方面 感覺上會比較 借鑒多了 是星路大戰的感覺 變成 場景和場景之間 變化變得少 這部份來說 會令到 觀眾有少許失照 這部份我覺得 應該要留意一下 我講了大餐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這部電影 歡迎大家記得留言 分享你的想法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按讚 記得訂閱頻道 還有最後按一下鐘 再update第一時間找 下一段好東西見 拜拜